这个是红地球的草本粉底液 然后这个是Bobbi Blanca虫草精华粉底液 那我今天呢 因为它俩都是中草药的这种粉底嘛 是不是我就想要不从它聊入手 然后给大家测评一下 然后呢价钱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一百多 这个是六百多对 红地球这个粉底液 是我最近在小红树上里看的合伙 红地球呢 它是这种泵的 按出来就好了 这种按出来挤压就好了 然后就很方便嘛 情况 虫草的话是这种D状的 它有一个D轨 然后把它D出来 哎呀录视频嘛 就稍微大方一点 好像也没有很大方 再大方一点 真的是 怎么这么抠啊 我 它两边的这种一个质地吧 大家很明显的看得到 这边就是比较水润的一款 对 然后很好推一块 这个呢 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奶油粉霜的一种质地 虽然它是比较 大家看起来是比较厚的一坨 但是它也非常的容易推开 然后呢 它的伸展性也非常高 这个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区别啊 呃这个颜色是 呃 巴比波浪的最白的4号 这个也是 那个最白的一个4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色差的对比 但是我肉眼看的话 我觉得好像 就是正常 就是按肤色来加 巴比波浪这个肤色更白一点 偏亮一点 这个好像是接近我们本来的一个肤色 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脸试一下 好 我们今天就这边脸 这什么脸 不知道 反正就这边脸 有字的这一个脸 然后我们上巴比波浪的这一个 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一直用这种点状的方式 然后你把这半边脸涂好就是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质地 就是非常的稀薄 对 因为本来巴比波浪就是不是主打的 就是跟啥呀 或者去痘啊 这种之类的 因为它就是本来比较轻薄 就适合皮肤偏好 然后呢 就是皮肤比较干的 那就是说了我 对 虽然说出来很会被打的那种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 我觉得这个质地就是比较偏合痘痘肌 因为它本来主打的功效 也就适合痘痘肌啊 就是可能皮肤状况不太好了 然后遮瑕度比较高的这一种 因为它里面也是含着这种中草药的这种质地 所以说就被大家评为 Connect的这个评价替代 因为它毕竟皮比较便宜嘛 是吧 好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脸上上妆的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呢把它敷匀吧 还是用美震蛋 窒息地拍 把它拍开就好 我离镜头很近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皮肤的一个状态 测平一个粉底也好不好 肯定就是从它会不会卡粉 会不会浮在脸上的一个情况是吧 主要就是这个 看鼻子卡不卡个 红地球的这个是不是和我的皮肤也完美契合 我有看资料 就说它这里面是含有中草药的一些精华在 什么凝脂啊这些类的 都比较对痘痘肌比较友好 就是比较养肤的一个状态 这边是用这个让我们就换一遍哈 不然不能混合起来 鼻子这边都没有卡粉 就是我以前有可能比较评价的 我觉得就是卡粉的情况会比较严重 就是没有这种好的分泌也比较好 但是我今天发这个卡粉就是粉妆质地也比较好 因为我虽然没有什么痘痘之类的 但是我有斑对我有这种点点斑 所以说如果能遮瑕就好了 因为它本身也是比较遮瑕的那种感觉 我们在肉眼上面看它好像两个颜色的区别比较大 但是我现在涂了以后感觉是和我的皮肤就没有什么差别 就很融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底妆真的好服贴啊 两边都很服贴 因为它这个是比较木面 这个是比较水润的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吗 一个是比较雾面的妆感 然后一个比较实际的质感 今天跟朋友出去玩 叔叔呢 就一整天给大家随时随地就看一下这两个情况 那我们就多腿一点 多腿一点 因为必须出去玩我们家美美扎 这个呢也是红地球在这样的一个高光夜 看一下质地给它看一下 看一下它这里面的话是散的这种紫光的这种感觉 然后是这种液体 然后点在你需要提亮的地方就好了 我们来看看 好那我现在就可以出门了 我现在已经妆容弄好了 然后头发也卷了一下 啊对还要戴个耳环 选起款耳环再说 这个吗 感觉今天的穿衣风格 好像比较适合戴这个 那我就戴这个吧 这个要长一点 这个要短一点 好对吧 头发稍微整理一下 我头发现在觉得有一点太散了 我现在呢是在这个地方等我朋友 然后他还没有到 我先到他 给大家看一下妆容的情况 但是我刚刚呢就是眼睛这个地方的妆已经脱了 对睫毛膏很容易脱 但是我的底妆都没有 还有什么反应 主要就是眼睛 睫毛膏都掉得差不多了 在肉眼看的话我觉得 皮肤底妆的粉色还是很贴脸的 两边都没有浮粉的现象 然后呢 这边是阴影 然后呢 还是比较清透的这种感觉 对 我其实我觉得我画得很大 但是又更大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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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